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热沙海选会场一星穷铁道 2.2评诺康宁一条龙地图全收集 攻略宝箱 折子小鸟护照 贴纸书籍梦境迷踪此轮 黄下一桶金表超隐藏成就 刘梦教热沙海选会场大剧院 本批开始之前 你需要先完成热沙假日的这一个任务 你完成之后再来跟本分批 然后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传送到海选会场的最下方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我们能够到前方有一个香鸟 小红色的脑袋 我给它拽出来 拽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 往前走 然后这里 镜头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接着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左方 我们往前走 然后在这个前方 这一个电视机这里 我们点击词曲 这是一本书籍 然后接着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我们往前走 这个爱迪恩这里 然后在左右各有一个气球 这是要把本分批的所有气球打掉之后能够获得的一个成就 所以我们先把左右这两个打掉 然后这个猎犬 我也跟你们在 PR跟你们说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在前方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贴纸 拿完贴纸之后 在我们的东 就是东方向小地图的右方 我们往前走 能够看到三个小鸟 能够看到三个小鸟 都可以再拽出来 接着我们朝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 我们往前走 贴了这个墙往前走 然后在前方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加西亚 我跟他对话 战斗完之后 我们再一次跟他对话 安静的宾客 本切盛会海弦已经结束 然后再次对话 一定作弊 然后我们开启冲标把戏 长时间作流 然后解锁 解锁之后 我们往右看 这里出现了一个迷宗 我们点击修复 修复迷宗 进来之后 我们先把最下方的这个 离永最近的黄色 我们拉上去 然后把中间的这个黄色 我们拉下来 然后把这个最上方的黄色 我们往下拉 然后让它贴到 这个叫什么黑色的这个地方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 镜子我们往下拉 往下拉一点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通道 接着最上方的橘黄色 我们点击一下两下 然后它下方的这个橘黄色 我们点击一下两下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 我们最下方的黄色 我们把它拉上来 好 然后我们唤醒 唤醒之后 我们跟旁边的嘉西亚对话 獲得貼紙 接著進入我們左側的門 前方左側的門 進門之後 這裡這六個氣球也是要打破的 然後我們左手邊第一個這隻小鳥 給它摔出來 好然後把三些五個氣球全部打掉 打掉之後我們北方下小地圖上方 進前方的門之後我們走出來 走出來之後我們往左看 左側有一個氣球 我們也給它打掉 打掉之後我們回頭 再次是東方下小地圖的右方 在這個後方是一個寶箱 拿完寶箱之後 在我們的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我們能看到一個氣球 打掉之後機器往前走 是一個小手的標誌 又是一個書籍 拿完之後 在我們的西方向小地圖左方 我們又能看到一個氣球 然後這個0號 熱殺守護人0號 我們不用管它 然後這個時候獲得成就 然後接著在我們的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有一個健美蘇勒達 我們跟他對話 然後這個標號是 緊號M1 記住啊 就是緊號M1 它的後續是要來到 下一分批才能夠做到的 對完畫之後我們再次對話 然後準備面對地獄 然後選項就隨意選都行 好 它飛走了 飛走了之後 在我們的就是西北方向 小地圖左上角就有一個噴泉 不叫噴泉 這叫什麼瀑布 在瀑布這裡有一個 踹 我們給它踹出來 接著在我們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我們把這一個傳送的激活 激活之後 我們朝就是東方向看 在這個小地圖右方 這個貼邊 我們能夠看到一個氣球 然後我們用沙間 好 獲得成就 如果說你們還知道什麼其他角色可以打掉這個氣球 你們可以把彈幕打在空屏上 然後我們是兩個戰利屏 然後在右側這個小鳥 我們點擊一下 然後現在我們是五隻小鳥 有一隻鳥是沙 叫什麼 熱沙 架期 那個任務獲得的小鳥 夢境護照是兩個貼紙 蹤密探奇 兩個成就 兩本書籍 記得關注再走